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你知道想成為一名好醫師 需要經過多少千錘百戀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分享 他們行醫生涯中最害怕的事喔 三位藝人又遇過哪些情況呢 醫師在看診的時候 彷彿都很篤定 沒有什麼可以難得倒他們的事情 但今天就要來告訴大家 有些錯綜複雜的訓練 行醫的過程 他們其實也有害怕的事情 醫師的必經之路 令人聞風喪膽的解剖課 解剖課是所有醫學生 進入醫學這個領域的 大概都是第一門課 也就是說我們要了解人的功能 一定要先了解結構 那醫學之所以 常常會讓別的領域的人 覺得好像有點神秘 最重要大概也就是這門課 那只有醫學生在這門課裡面 他可以從頭到腳 從外到內 一層一層的撥開 一層一層的看 當不了解醫學院的課程的時候 對於解剖課 可能是大家覺得最神秘的一套 因為這個真的也是醫學生 了解醫學的第一步 連醫學生自己在進入 醫學課程的時候 也都會戰戰兢兢 那我給各位看一個照片 就是 會看到嗎 不會看到 不會看到人 上課的樣子 看到學生上課的樣子 上課的樣子 這個是熱騰騰 我上個禮拜才去拍的照片 可是放在那個桌子中間的 就是大體老師他們那裡 那我當然這個是遠距離拍攝 大家不會看到那個 那一桌大概幾個醫師在 那這個是大概八個醫學 八個醫學生 各位一定很好奇 就是暑假期間 怎麼會在暑假上課 這次每個學校在過去的20年來 其實醫學教育發生了很多的 各校的變革 那以前我們都是在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進入醫學課程 那個時候其實懵懵懂懂 完全不懂人體結構 進去平常講那個時候 有點亂切亂切 就是在老師的身上這樣子畫 那那個年代 其實大家對於這件事情 就是把它當作一個學科來看 可是這些年來 其實發生很多的變化 就是我們對於大體老師的 第一個在來臨短缺之後 你就知道說 你不可以這樣對待師體 以前常常會有這種傳說 比如說什麼無名師 路導的 死刑犯 都會被拿來當作教學遺體 後來那個大體解剖條例 就慢慢的越來越嚴格 說對於這樣的來源不明的遺體 不可以使用 它必須是非常清楚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對於醫學生的教育 非常重視它的 所謂的人文素養 所以我們在解剖大體的時候 你不可以把它當作一個遺體 不可以把它當作一個屍體 這樣的解剖 要尊稱它為老師 而且在過程當中 必須要了解這個老師的生平 所以現在我們有捐贈者 學生在上課之前 就會去訪談捐贈者的家屬 知道這個捐贈者是什麼人 他的生平的故事 他為什麼要捐贈這個遺體 他的家人對於這個捐贈的過程 到底是懷抱什麼樣的心理 所以每個學生在上課之前 其實已經知道這個老師是誰 那我們今年其實 我剛剛給各位看的照片裡 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 就是今年的學生裡面 有一個學生剛好是 一位大體老師的孫子 也就是說這個學生他去解剖的 是他的律印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現在上解剖課 跟二三十年前上解剖課 那個氣氛是完全不一樣的 以前其實大家進去 一個很害怕就是 絕對不認識的人 第二個疑神疑鬼的 第三個又年輕的心理 又是那種 私底下又在那邊開玩笑說 這好像鴨肉 這好像什麼那種 這個顏色因為套佛馬鈴之後 整個顏色都變掉了 可是現在 學生上課的情況完全改變 上課之前 他對這個老師已經了解了 上課當中 他其實都知道我的這個人 他過去發生什麼事 如果他是因為疾病往生 甚至於還會特別對於 他疾病的部位 再做更多的研究 大體結婚 之後要縫回去吧 對 我剛剛忘了講 對 其實不只是要縫和回去 縫和回去之後 事實上還要把他最後的 火化的地勢 對 所以現在事實上都會有 最後一個祭典 就是大體老師的一個 火化的祭典 那個所有的家屬也都會到場 那個場面其實也是非常感人 感人 對 其實我剛剛還忘了講一句話 就是大體老師的感人之處 就是每個大體老師都有個故事 可是我記得一個 最讓我感動的故事 有個大體老師捐贈的他的禮 或是說 我寧可醫學生在我身上 畫錯二十刀 也不希望他在病人身上 畫錯一刀 菩薩 真是菩薩 所以你大概了解 這個大體 只是說他在要火化之前的 多走了這一段 他想要走的路 提供給我們醫界人 大家不用走冤忘路 這是很偉大的精神 所以我覺得現在上課 其實發生了很多改變 那當然這過程當中 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在當主任的時候 曾經那時候接待高中生 來學校參法 那有些高中生 像北一女建宗的學生 準備要念醫學院 就會到醫學院去看看說 適不適合念醫學的課程 然後就排到我們解剖學科來 那我就拿出我們解剖學科 擺設的一些標本 我們解剖學科 除了這個大體老師之外 一定都還有一些標本 已經製作好的讓你看 所以會有膝蓋的標本 心臟都是真的人的標本 那有一個更特別的標本 是大家可能沒有想過的 人的切下來的一片 那其實對於很多 沒有看過醫學的解剖標本的人 會害怕的 那年我們實驗室裡面 就擺了很多這個剖面的 還有重剖面的 就是從頭切到腳 我這樣講完 你們都覺得開始表情很奇怪 你會不會講到 有人啪 果然就是這樣 我正在講的時候 我就聽到 我懂 醫生 所以一個美女女孫 就從椅子上就昏倒在一起 所以大概 我相信她將來 大概就沒有選 對 但事實上 關於解剖 還有很多很神秘的傳奇 即使我們在當時 在解剖學科 也會傳這種鬧鬼的事情 那我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實驗室 我就去跟學科老師們分 就是商量要有一個實驗室 他們最後就說 那你去拿那間實驗室 那間實驗室 空無一物 為什麼空無一物呢 因為她說那間鬧鬼 我就拿那間實驗室 結果 我的實驗室 忘得不得了 就是那幾年論文 經費 學生人數都很多 都是好 所以很多人都說 你在找鬼 我說 我說其實因為我們人氣很重 就算有鬼 都走光光了 那這年 保存遺體的技術也改變了 那也不再需要 都要泡在浮馬林裡面 都現在放在冰箱冷藏 那大體室裡面的保濕的技術 也都改進 所以那些臭味也都沒有了 以前我想 在座醫學 醫生們都還記得 以前進去那個解剖室 那個浮馬林的味道 其實衝得也沒有要混掉 甚至於會造成乾的損壞 可是現在呢 因為每一家醫學院都被要求 它的通氣設備 上面也要有抽風 下面也要有抽風 所以現在進到解剖室 幾乎沒有味道 是 我們那時候真的 通氣設備沒有那麼好 而且不能戴口罩喔 為什麼 他們說這是對老師不尊敬 對 所以我們不能戴口罩 然後你要靠得很近 其實你就是一直在吸 然後每次大家都 到後來每個人都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都很感動 眼睛都很嗆 大體室說 認為你在用它的身體 你還嫌它臭 所以你不能戴 對 你還能一路走來選骨科 是 其實骨頭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學生階段的時候 反而就是大家就是切切切切到 這是骨頭了 然後看看圖譜 大概就知道這是骨頭 其實我反而是到了住院醫師的時候 我是能夠扎扎實實的看到骨頭 為什麼 因為大家知道有 捐贈骨頭這件事情 大家知道有捐心臟 捐腎臟 捐眼角膜 其實有人捐骨頭 捐骨頭 所以真的當醫院跟我們說說 今天有一個自願捐贈者 他已經腦死了 OK 然後那些重要的 要捐哪些器官的 通通都取走之後 最後才會輪到我們骨科 然後等於是到我們進去的時候 這位捐贈者 他已經身體大概被取的 都被取光了 然後最後來取骨頭 你想要怎麼取骨頭 我們是把 就是把 這整個這樣劃開來 然後把肉剝開 上面的骨頭上面的肉 還要挖乾淨 要骨肉分離 那我第一次跟了 就是我覺得這是更震撼的解剖課 就是真的把骨頭 從人生上整個拿出來這樣子 那我第一次的時候就想說 OK 結束了 那就說是不是就結束了 我們上口 學長上口有沒有縫 學長說 我們才發現 學長為什麼這是來有帶竹竿 我們真的捐骨頭 我們要讓 讓這位捐贈者 是身體要回復原狀的 所以 我們要放竹竿進去 對 我們要 譬如說我們就要結竹竿 一樣長的放一段 一樣長的放一段 你是尊重 對 而且連關節也要把它弄進去 關節 我們塞棒 當關節 通通浮回去 讓你的腳 讓他的手是能夠完整的放在床上 不然會軟趴趴的這樣子 這才是我們說 今天做這一集的精神跟問題 讓觀眾了解一下 什麼叫捐贈大體 最後他只是多走這個 這也是功德的一切 其實我覺得 我們對於解剖的印象 是這樣講的 因為我們學校的確是 大體老師來源比較少 然後我們一百多個 所以其實我們一次都是 十六到十八個一組 就一個老師旁邊 其實我們是擠很擠的 可是這樣比較不害怕 可能他也比較會了解 而且比較容易把別人擠掉 對 就國命情感就出來了 就是在我們學校的特色 就是每次大體解剖課結束之後 那個學期結束之後 就是大家從早到晚這樣相處 然後都靠很近大家在解剖 對 而且因為命已經死亡 我們兩個還不在一起 要等什麼時間 對 真實心 比較想告白 對 告白 就怕沒有明天 解剖課這個東西 解剖課這個東西 我覺得最大的印象就是說 因為你一直要吸 一直要吸進那個鋪馬鈴 我們班真的就有同學 他本身是 對 然後那個學期下來 他後來他到學期中後段之後 就沒有辦法再繼續完成 因為他整個肝炎就是爆發了 對 那你這樣長期經驗 對肝臟的傷害其實還是 還是就是比較嚴重 他後來那個學期 結果後來就先停止 就是他不要等當 他沒有辦法繼續上課 沒有辦法繼續完成 他就先停止 然後他到了暑假的時候 他說他跟老師談說 因為他真的身體不好 他沒有辦法這樣長期 這樣子吸下去 對啊 那他真的 他又不想要放棄這個學分 就跟老師談說 那他用請修的時候 來修正門課 想辦法完成 因為他沒有辦法這樣 一學期下來 然後因為覺得他的肝臟症 真的不可以 所以對身體的健康 可是他沒有選擇 退出醫界喔 沒有 他也是撐下來 不過他後來走病歷科